欢迎收看星期五晚的大明大放 昨天中文大学的生活质素研究中心出了报告 中心主任五世梁教授曾经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他说在香港虽然整体的社会经济有所增长 他说主要为及资产的市场 普罗市民如果没有股票又没有楼市投资的话 就难以分享经济复苏的成果 如果香港的通胀加剧之后 市民的生活就会百常加坚 生活质素倒退 简单一句说话就是 如果你有股票有楼在手 经济复苏你有份分的 不过如果你没有的话就对不起了 就差一点了 但是今早起床 我们的监制一早就打电话来 他说跌了1000点 最差的时候就跌到1200点 好了 埋单计数都跌了938点 差不多接近4.3% 就是说我们的简单的资金 就蒸发了4.3% 就是说你有股票在手 都似乎不一样的了 如果股票楼市的那些投资者 都未必那么容易 能够顶得住香港的经济生活 或者那个所谓白常加坚 那你没有楼 没有股票又怎样算呢 特别今天之后 那些没有楼没有股票的人 那又怎样算呢 所以今晚不妨大家 就做一个很简单的 心理上的改变 就是你想一下自己 假设你自己 不是一个 就有楼有股票 特别是 不是一个股票的投资者 你会想起来 所以今晚的题目就是 假设你不炒股票 那你面对今天的日子 以后你的想象 是一个乐观呢 正面呢 还是一个负面的呢 那我们今晚有三位朋友 一位就是王家和先生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的会长 麻烦你啊 这么急赶上来 就中央一位就是一文星先生 是会计及证券界的人士 也是公共专业联盟的库库的秘书长 最后一位就是史诚明教授 中大市场学校教授 亦都是电台节目主持 多谢三位先 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问一下王先生 是 如果你没有炒股票 今天你觉得你自己 是否可以独善其身 看着那938点跌下来 都觉得没事 我说奇怪 为何要炒股票呢 为何要卖楼呢 买楼和炒股票的话 对现在来说 就是楼市又跌了 股市今天这样跌的话 真是吓得每个人都脚了 但如果你没有炒股票 你怕不怕呢 那没有炒股票 那没什么是怕不怕的 说实际上现在又要面对通胀的问题 又要面对很多其他的问题 加工都加少一点之类 那整个生活的质素 其实是下降了 就是我简单归纳 我听下去 王先生的说法就是说 基本上 就更加可怕的事发生 这些小的 所以值得害怕的事 根本都不足提 所以 欣文昇先生 你觉得是不是真的 更加恐怖的事已经发生了呢 如果没有炒股票那些 那些就可能 没有输得那么厉害了 但是反映了整体的可能 就是有很多财富 不见了很多财富 会不会影响餐饮业的开支呢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 金融库母那几天 在中环屋出名的家商务酒楼 得回三分之一的人流 整三分之一 两个两个两个都这样 那些恐怖日子真是恐怖 我又是沙斯来回 施教授呢 实际上我自己看 今天就算你有没有股票 实际上所有人都会有一个损失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整个股票 你见到它跌得不厉害 在某个程度上 这只不过是一个信息 那信息一方面反映到什么呢 一方面是反映到 欧美的经济 未复苏 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 未复苏 还有有恶化的一个迹象 而第二件事 我自己会觉得 今天这个可以称为一个小型股灾 除了刚才的基本因素之外 有些是羊群心理 不过这个我自己会看 不论我们有没有股票 或者我们有没有参与金融市场的炒卖 其实这个会有几个很重要的信息 带给我们 就是美国和欧洲的经济 未来来说会有一个很严格的时间 这个会引致到有几样东西 第一件事我自己会去看 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经济会收缩 当他们的经济收缩 一定会出现一件事 他们一定会印出很多银纸 会引致这个通胀 整体的通胀 香港 说我们是联系汇率了 那没得走 实际上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钱已经蒸发了 会继续蒸发下去 我们面对未来一个很高的一个 或者比我们现在的通胀更加之高的一个问题 第二件事我自己会去看 因为主要来说 欧美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消费市场 会影响了内地或者其他地方 内地经济受损 香港经济一定会受损 我会担心美来来说 香港经济的增长会被拖慢 一定会被拖慢 拖慢也好过没有 希望了 不过一定会再低 但是今天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就说 虽然是风高浪急 但是这个亚洲市场 和欧美市场 始终都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所以暗地里就说 其实真的不用怕 是不是真的不用怕 因为闪教授就觉得 其实那个浪一定吹起来 他说股票市场 怕人们跟风一起扬群心理去抛售 现在看的 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着香港普通的大市民 他们要关注 就是会不会真的会产生经济衰退 因为美国占全球的GDP 都是百分之十几 香港很多货品 国内很多货品都出口到美国 那个连缩反应可以很大 股票市场跌 是一个反应的先兆 会不会真的看到美国真的不行 欧洲不行 如果是那个市场不行 最直接 就未必是在楼市里 最直接会不会是工人的失业率里面 我自己会去看 如果你看回今天股票市场的变化 其实跌得最厉害是什么呢 是航运股 银行股 和石油相关的 反映到什么 航运股是一个出口 和出口有关的 而银行就很担心一个坏仗会上升 而石油相关 即是说全球未来的制造业 很可能会收缩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老实说 就算香港说现在 我们很多的所谓制造业都在内地 但是内地 如果大家前一阵 大概两三个星期前都听到 内地某一个制造的指数已经下降 即是说实际上 内地的单已经少了 再加上这一次 我会说要恶化 一定会影响到香港作为一个辅助内地 我们靠出口这方面的东西 我自己会看 都会引致我们在什么呢 例如物流业 例如可能是金融业 或者其他方面都会有影响 这个会引致到某个程度上 很可能失业率会有上升 最简单就是 失业率的上升就会由3.5% 保持不到就回头上去 我反而对食品的价格都担心 因为自从08、09年的金融海啸之后 美国那边就不停印银纸 令到全球的经济 都一个大转变 食品、商品、炒卖的情况 真是很离谱的 好像咖啡豆那样 去年一年前 跟现在的价格相差三倍 在这方面的话 未来整个形势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由08、09年的金融海啸 到现在为止 仍然还有余波 而这个波浪 我不知道真的什么时候 是可以解决到的 似乎现在的美国国债 奥巴马也搞不定了 欧洲那边 意大利 其他国家 也是危危附的 但现在我们稍微简单一点 接近日常生活的 最多的市民就会投诉 去茶餐厅都贵 但听起来大家都明白 成本价格又贵 没错 香港人本身 加薪的数字 又不是加得很多 刚才都说了 分享经济 在复苏成果 一是买楼 就买股票 人工业其实不是很多 内需又不能支持 令到你们 即使贵一点也好 我多买一些东西 以后租金又高了 那个这样的行业 艰苦经营 除了这四个字 有没有出路的可能 艰苦经营 刚才你位老友所说 对我们的餐饮业来说 这次都是一个小股灾 但如果我从整体 过往的十年来说 跌一千点 都不是最大的一个数字 还有些跌多一点 但问题是 以前可能好些 只是受股票跌下来影响 现在根本正是有一个大的梦魇 就是平时薪金又加得不多 吃又贵 以前我们吃二十几三十元 一个茶餐 都可以的 现在很少找到 现在很少找到 早几天我才跟传媒老友说 奶茶到年底 就要去到十八元一杯 冰还是不冰 始终全球经济 其实过去这么多年 真的不好 美国或者欧洲 这些提高货币供应量 我叫做食兴份制 根本身体不好 国家或者很多银行 输了钱要停一停 休息一下 这个人当人体机能都是这样做 不断吃兴奋剂 骗住全球市民 吃完一剂 再吃第二剂 又开第三剂 真的不行 你觉得现在除了餐饮业 我们真的感觉到压力 又帮衬又吵 做生意又吵 除了这个行业之外 有什么行业 你观察到 其实美国的市场 这么差 并不能复苏 哪个行业在香港 都会承受一个很大的压力 如果有出口业 或者透过在国内的制作业 向美国那些 那些压力一定很大 香港现在主要大部分 都是在服务性行业 如果服务性行业 比如餐饮业不行 其他金融机构 如果开始经济都不行 这样的影响 那个连锁反应是很大的 但是刚才都不断提到 有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只靠美国市场 又靠中国市场 但是中国的情况 也都没见到很乐观 是的 中国也存在了很多问题 大家会看到 过去那两年来说 实际上是政府 扔了数以万计的钱 现在实际上 根据很多的数字 反映出来 这些钱 就令到两件事出现了 第一件事是什么 令到中国里面的通胀 升得很厉害 而第二件事是什么 第二件事是 很多时候是错误 错误地投资 令到很多银行 实际内地很多银行的钱 借了出去 实际上我很担心 这件事 现在会看到一件事 就是债务 那些可能有问题 就会在美国和欧洲 下一个有机会是在中国 我自己会看 现在香港实际上 很大程度上 我们的经济 真的靠内地 我们靠自由行 靠旅客来香港 我们消费 靠他们的出口 我们提供物流 这样可以去做 如果中国的经济一转 我很担心 还有一个因素 我刚才和嘉宾都分享过 现在中国本身的社会 存在了很多引诱 大家会看到一件事 无人无知 现在中国内部的社会动荡 抗议、罢工 有些统计数字 过去一年里面超过几万 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 有些支出 就是中国政府的支出 尤其是维稳费 就是维持稳定的费用 他要请很多人去维持 是高过他的军费 这些数字是不断不断上升 这是很担心 今晚有些令我们很担心的感觉 为什么呢 以前2008年的时候 全球金融有危机也好 我们常常说 我们祖国在后面 大后方顶住 但刚才阿闪教授都说 其实他们里面 很多的支出 和他们的通货膨胀 物价都可能 未必真的能够维持一个 合理的水平 香港亦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连我们的大后方都不行 香港怎样自主呢 回来我们再讨论